我觉得他们的伪装的话 那你觉得谁最厉害呢 我觉得玉可微吧 因为她的声音太好了 心灭了 爱惜了 剩下空隙了不要 那你今天也是和她一起来合唱 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呢 配合得很好 我跟玉可微其实我们在休息室 一直练习这样 应该录影的 我们在休息室唱得可好听的 可好听的 可好听的 你给的安好 微微一笑 出现得刚刚好 操着耳朵你的发烧 像是春风吹绿青草 我跟她有隔空的合作 因为玉可微之前有一张专辑 就是有温水那张专辑 她的企划是写残酷月光的那个作词人 可以跟就是浪费这首歌的原唱站在一起 然后唱这首歌我真的是很开心很荣幸 因为我自己非常其实可能跟下面很多观众 还有电视机前面很多观众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谢谢 不客气 有一点点失落 有一点点不习惯 但是呢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几期以来带着这个面具唱歌真的是一件很爽 然后很好玩的事情 有一点点失落 是因为就可能已经习惯了带这个面具在舞台上去唱歌嘛 所以就是突然一下把这个面具摘掉的时候 然后就这么活生生地看到大家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不习惯 我觉得我私底下的个性 就是跟我比较熟的人会知道我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戴上面具之后呈现的那个样子 所以戴上面具之后站在舞台上 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 然后完全没有顾忌 发型好不好看啊 脸好不好看啊 甚至之前都没有化妆 因为那个头 颜视的实在是太遮得太严实了 所以就还挺轻松的 这个面具会让我更聚精会神地 投入到那首歌里面去 因为好像就是前面挡了一个东西嘛 然后其他多余的东西也看不到 然后多余想法也没有 然后考虑的东西就会更少一些 一些外部的一些什么事情 就会考虑的更少一些 就会更集中地去演绎那首歌 我觉得好像还是蛮容易猜出来的吧 所以前两期就有刻意地 要么声音变粗一点啊 或者要么就是变得尖一点啊 吴老师 我应该是跟吴启贤老师 是算是最熟的吧 我觉得我第一期的时候 他已经把我猜出来了 但是幸好他第二期就去玩去了 有 因为我之前比赛的话 他是我的评委嘛 所以每一场他都有听 然后也有给我进行过指导 然后我也有跟他合唱过 所以他应该算是对我的声音 是非常了解的 很垮 但是垮得很有意思 很好玩 因为从来没有在 电视节目上吧 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去表演 这么垮 然后不是很正经的才艺表演 对 然后也是 我觉得跟这个我自己的面具挺搭的吧 然后也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